我是廖一輝 作手系統要創造市場當中 最簡單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讓各位可以一起來賺 在市場當中 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不外乎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 藉由效率換股 賺每一檔股票 最好賺這一段 把獲利快速累計暢局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著做手系統去做 用最toss的方式 一步而做下來 從12月12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259萬利潤了 那你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也幫自己創出2590萬利潤 當然 在市場當中 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的方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要把 效率的標股把它找出來 每一個效率的標股一定都要一個固定的模式 而做手系統 可以把很簡單很清楚把它找出來 就同你所看到的 1月22號雅系這張票 跟著做手系統 你會買在29.95 到今天已經來到36.15 你的100萬 已經幫自己創出200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1000萬呢 已經幫自己創出200萬的利潤 那相同的 為什麼做手系統可以創造出 最簡單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因為這個系統 除了100% 是我自己原創的之外 在進場的當下 會給各位明確的進場 停損停利 上個價位一次的各位 而在股價上漲過程當中 會有一定程度去保護各位的部位 絕對不會有大鑽幣小鑽 或小鑽幣太好遺憾 甚至呢 我們要創造最簡單最有效率的選股方式 而一鍵主流 可以把主流明確的找出來 幫各位找到效率的標股 而一鍵選股呢 當然要把明確的進場點把它抓出來 做起來才會變成簡單 而且非常有效率 那當然 就是我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很多特別看很多分析師 是在分析行情分析股票 事實上講了一大堆之後 到最後不知道該怎麼做 而你看我節目 我不給各位長篇大論分析 我只給各位怎麼做 可以把我快速的把獲利把它累積起來 就像我在節目當中 一開始會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個方式 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就是藉由效率換股 而效率換股最重要的觀念 就在於堅持每檔股票 一定要賺它最好賺這一段 就從你所看到的 跟著做手系統 用效率換股的方式去做 從12月12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那一百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創出 兩百五十九萬的利潤了 而那一千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 也幫自己創出 兩千五百九十萬的利潤 而每筆的操作 一定收支百分之百的資金 一定是百般的資金買一檔 一定要百般的資金賣掉一檔之後 超前換下一檔不是嗎 那當然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在1月11號這一天 這樣票一百萬賺了24.7萬 系統告訴我們今天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11號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一發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的發生 11號也就在這一天喔 系統告訴我們錢會不會賺錢 發一口袋 所以這張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再把資金轉買一發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股價大漲前就要趕快買了 再次的百分之百資金買進 短短的三到十點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32.7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發生嗎 所以這張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16號這一天 這張票100萬賺了32.7萬 系統告訴我們錢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挑開高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賣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讓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爆到最後 常會像過去一樣的 爆上爆下 會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的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16號這一天 這樣票100萬賺了32.7萬 系統告訴我們錢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口單 接著換股價報酬 問題是16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資金再換到什麼樣的身上 很簡單 全部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6號這一天 很簡單的按一件選股多 一樣資金選股 3秒鐘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正發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地發生 16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錢 發口單 再把資金轉買正發這項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股價在大檔前就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短短的3到4點 你的100萬 不是也幫自己創出23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它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19號這一點 這樣股票100萬賺了23萬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紅棒創新高一樣最好的賣力 不要懷疑也不要捨不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家讓股票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你捨不賣 抱最後常會像過去一樣的 抱上抱下 要浪費了非常多的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金流觀念 賺錢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9號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賺了23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因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口袋 接著換股價報酬 問題是 19號這一天 我們要把資金再換到 什麼樣貨身上 還是一樣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19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很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一鍵懸骨多 一樣是資金懸骨 三秒鐘的時間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遜達這項票 賺他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接連不斷發生 19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不要賺錢 發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遜達這項票 賺他最好賺一段 股價大漲錢就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百分之百自己買進 短短的兩到三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9.2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一次的發生嗎 所以呢 這項票當然也是一樣道理 一樣堅持賺他最好賺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月3號這一天 這項票一百萬 賺了19.2萬 然後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 賺完最好賺一段 所以 紅棒創新高 一樣最好的賣點 不要懷疑 也不要捨不得賣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實 大漲股票 賺完最好賺一段 如果你沒有做手系統 你不知道賣 你捨不得賣 報到最後 常會像過去一樣的 報上報下 又要浪費兩天的時間 但是 當擁有新經濟的觀念 賺錢的速度 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 我們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23號這一天 再用票一百萬 賺了19.2萬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 發一口袋 接著 換五次要報酬 問題是 23號這一天 我們應該把賺金 再換到什麼樣本身上 還是一樣 交給做手系統 我們只把時光回溯 回到23號這一天 操作可以很簡單明確易懂 很簡單的按 一鍵旋骨多 一樣是賺金旋骨 三秒鐘的時間 那天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至貫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一起來看 好事到底有沒有 接點不斷的發生 23號也就在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千萬賺錢 發一口袋 再把資金轉買至貫這樣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股價大漲錢就要趕快買了 再一次的百分之百資金買金 短短的一天兩天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穿出十萬的利落嗎 好事不是這麼再次的發生嗎 也就在節目當中 該跟各位分享的五個金流而已喔 事實上從一月八號到今天 十三個交易的時間 你藉由效率換股的方式 你的一百萬已經幫自己穿出 一百零九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一千萬了 已經幫自己穿出一千零九十萬的利潤了 可是呢到今天 你還是用過去死報活報方式 在做股票嗎 而下降股票要等各位一起來賺 很多朋友股票為什麼做得辛苦 我們好想一下 在市場當中要的到底是什麼 在市場當中要的 絕對不只是一個頭頭四道分析 而是一個真正會賺錢買賣點 很多朋友或許很喜歡聽分析生分析 股票分析行情 可是分析到最後的結果是 買點不清不楚 賣點也不清不楚 甚至完全沒有任何風險控管機制 可是呢 跟著做有系統 要完全做到簡單 而且非常有效率 既然要做到簡單有效率 跟著做有系統去做 一定是百分之百資金 集中進出待檔股票 然後呢一定要嚴格風險控管 我絕對不允許我手上股票 曝露在極大風險當中 所以最大風險也不過在3.5%上下而已 而且一定要給各位 會賺錢的買點跟賣點 買賣點一定要是領先而且明確的 不是模擬兩可的 不是有很多的但書的 也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一開始跟各位分享的 市場當中有兩個 加快自己賺錢速度方法 第一個方法你已經看到了 藉由效率換股的方式 賺每一檔票最好賺這一段 把獲利快速的堆疊上去 不要去浪費任何爭利的時間 當然 第二個方法就是要把效率的標股 把它找出來 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各位強調的 每檔效率的標股一定有固定的模式 這個固定的模式在做手系統 可以很清楚把它找出來 就是周線大戶成本多 只要關鍵價被日線的買點突破 就會形成效率標股模式 而效率標股模式一旦形成 就是會快速的上漲 這是為什麼在節目當中 會跟各位分享的 要做到簡單 要做到一個模式 要做到有效率 買進股票不是像過去老派分析師一樣 去慢慢等待一檔票上漲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到目前都已經是科技的時代 都已經是人工智慧的時代了 還在過去用人慢慢做股票的方式 去做股票嗎 當然做到最後就會浪費很多時間 然後效果也會非常不好 大家跟著做的系統 就同你所看到 什麼就是效率標股模式 就買進之後 在最短時間之內 一定要把獲利實現出來 而且絕對不要去等待前面徵的過程 也不是等到漲了一根兩根漲停板之後 再去做追加 那怎麼找 很簡單 我們先來看 這一天 當然有做手系統 同時我們所有會員一定看到同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定是這個階段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在這麼簡單清楚明確的情況下 當然我所有會員一定是百般自己買進 那好事很讚發生 那買點既然找出來 我們怎麼知道 它會買進之後快速的上漲 我們不用去等待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 電腦會比較快的一起來 就是同我跟各位分享的 每一檔股票每個階段 它要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就是會快速的上漲 而不是用等待 不用時間去換 這一檔股票我們剛才講過了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當然就是日線的買點 但是它要形成效率標股 就是日線的買點要去突破 周線的速度關鍵價 它是在28.5 那當天已經最高已經 當天已經來到29.95了 所以有沒有符合 有沒有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有 所以它符合之後 在短短的兩天之內 就漲了兩根停板 操作事實上就要做到這麼簡單 而且要有效率 那事實上每檔股票都是一樣的 而且每檔股票一定要分階段來做 記不記得 這檔股票 我們在前一陣子才做它一波而已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我一樣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賺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所以我所有會議一定是 百般來自己買的這些 好事很善發生 那當時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事實上都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再來看電腦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操作 本來就可以做到這麼簡單 而且單純 這檔股票在這一天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 第一個紅色虛線的買點 我們把它拉過來看 也是一個第一個紅色虛線的買點 那同樣我說 日線的買點 日線的買點 有沒有去突破 周線的關鍵速度價 有 17塊 當天已經來到18.25 它既然突破之後 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有沒有幾漲 就是幾漲一段 這一段 我們100萬可以幫我們 創造67.9萬的利潤 那同樣這個地方也符合 所以它也是快速幾漲 連續兩天兩根漲停 那這時候你會問我 在這一段行情裡面 我們看到 事實上有看到三個買點 第一個買點 第一根紅色虛線在這個地方 沒有錯 第二個買點 第一根紅色虛線 在這個地方 也沒有錯 這也是買點 然後第三個買點 在這個地方 第一根紅色虛線出現 出現的時候 這也是另外一個買點 所以這個階段 有一個兩個三個買點 可是這三個買點 為什麼跟著做手系統 你會買這個跟這個 那這個 雖然買了還是會賺 它震盪的過程裡面 沒有破停損 買了也會賺 可是你要浪費了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的時間 等待才會噴上去 事實上很簡單 到底它有沒有符合效率 有沒有標股模式 我們一起來看就知道 所以同樣三個買點 為什麼會買這個跟這個 那為什麼不會去買這個 買這個也是會賺 只是你要等到很 要等幾天震盪時間 那一起來看 這是日線的買點沒有錯 那當天最高來到30.6 那當天的周線速度關係在哪裡 30.6 所以它有沒有突破 就是沒有突破嘛 所以沒有突破的情況之下 同樣是買點它告訴各位 它會上去 可是呢 你就要花時間等待 你是不是有花時間等待 有 有花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五天等待之後再噴上去 可是 在這個買點跟這個買點 都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所以就一買就直接上去 一買就狂漲 所以 操作股票可不可以這麼簡單 就是要這麼簡單 明不明確 也是很明確 一個階段 在三個買點 你跟著做手系統去買 都會賺錢 可是呢 為什麼只買第一個跟第三個買點 因為它符合效率的標股模式 買了 就急速上漲 第二個沒有符合效率標股模式 它就是要整理 要整理的情況之下 當然不是我們的首選 操作 就是這樣 同樣的模式 一直不斷地去執行 所以為什麼在節目當中 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的股票 因為股票因為只是我們賺錢工具而已 當我們找到方法的同時 每一檔股票一直去複製 一直去複製 每一檔股票都要來幫我們賺錢 不要像過去一樣傻傻的一直跟股票綁在一起 那是很老派的做法 漲也暴跌也暴 暴到最後 不只沒有效率賺不到錢 還滿手掏勞股票 再看那種股票也是一樣的 這檔股票 在這一天 週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 一樣是這個階段以來 最好賺的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一樣百分之一買進 好事很善發生 那每一檔買進的股票 除了有進場停損停移之外 要抱得安心 也絕對不要讓大賺被小賺一看 持續重複不斷發生 就是一定要有移動停移的觀念 就同你所看到的 跟著做手系統為什麼做 可以會變得簡單而且效率 就是這個原因 在進場之後 會有移動停移 會有移動停移 或用大戶成本 成本線去保護各位部位 沒有破之前 你可以一路抱到 沒有破之前 你可以一路抱到目標價位置 操作可不可以簡單 可不可以安心 可不可以很明確 當然可以 所以再開一檔股票 方法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在節目當中 不會跟各位特別強調股票 因為每一檔股票 都來幫我們賺錢而已 那如果它沒有辦法幫你賺錢 你來抱著它幹嘛 像過去一樣嗎 一直爆 爆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月爆 然後發現沒有上漲 浪費很多時間 還抬套腦 那不是就可惜了 那是很老派的做法 這檔票也是一樣的 昨天 我所有會員看到一個事實 周線多 日子線低跟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一天一樣是這個階段 整理結束之後 最好出來買點 而且是唯一的買點 一樣百分之一買進 好事很自然發生 相同的我們一起來看 有沒有符合效率的標果模式 所以 我在節目當中跟各位分享的 操作本來就不需要搞得非常複雜 就是要做到簡單明確 然後要有效率 直接來看會比較快 周線多 日線低跟紅色虛線 只買第一根 第一根 紅色虛線出來的時候 這就是買點 那來看一下 周線的關鍵價在155塊 那當天有來到158 隨便看就知道就突破了 突破之後 昨天還沒有大漲 就趕快買了 今天開高走高 拉漲停 直接鎖住 簡不簡單 簡不簡單 就這麼簡單 有沒有效率 就是這麼有效率 所以你現在欠缺的很簡單 只是立即親身體會 最簡單最有效率的做手系統 我等你一起來賺 好了 我們秀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現場 022389 8029 022389 8029 022389 8029 您需要消極的等待機會 您需要積極的創造獲利 啟發頭部幫您啟動制勝的關鍵 發現財富的鑰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選擇 自己推薦 022389 8029 022389 8029 022389 8029 是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回到現場 就統一跟各位分享的一樣 我要創造市場當中最簡單 最有效率的操作系統 讓各位一起來賺 在做其一的部分 就是一口單 百分百當充 完完全全沒有留長壓力 我們可以讓 好事每天都會發生 就統這個地方的結果 一定是一口單 賺賠價總結果 胎子01一個月過去了 賺那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16001點 02呢 那麼五天過去了 賺那麼多 負這麼多 正負加總之後 一口單可以賺274點 當然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好事一樣再次發生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 一口單可以賺35點 那為什麼做系統 可以創造出市場當中 最簡單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第一個 當然這個系統一定是百分百分之百 是我自己原創的 你在市場當中 絕對找不到第二 第二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 在進場之前 會有進場 停損停翼上交一次會給各位 還會有移動停翼 保護各位的部位 做起來就會絕對的安心 而且做旗子一定是全速定價 百分之百固定週期 而且是全部當沖 操作就可以這麼簡單而且明確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 今天跟著系統去做 你會做一筆對一筆 一口當沖可以賺35點 今天第一筆就要需要在8.55分的時候 延續盤不同步 反向做空訊號 那為什麼不做 很簡單 因為我們在進場之前 會先知道進場停損停的位置 如果先來到停滿足點的同時 當然不需要等待下個機會 而下個機會會在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趨勢盤 同步做空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系統 一起來 就同你所看到一樣 當航行走到這個位置 本來在灰色線上 變到灰色線下 線上變線下轉折 線下是綠色 所以同步做空 所以收盤收定 直接設收盤價 也就是17916去放空 一起來看會不會成交 下一根K線最高來到17925 定價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 絕對不要忘了這件事情 一旦只要來到 系統中班該規劃支撐區 一口袋正35點 記得把它發一口袋 就是我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分享的 當擁有領先實戰 新技術的同時 好事自然每天都會發生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